Hello 大家好 今天吃酸奶 牌子叫Scare 我就會給你們看 我公司的中學校在哪裡 我記得公司是在 路德燈 在學生 公司小時候 在這個中學校學中文 我家學校是這樣的 怎樣在 這裡 可以看到裡面 我記得 很放大 這裡 整班人排隊 排隊 他們就會說 校長早晨 各位老師早晨 各位同學早晨 這裡 小班排隊 高班排隊 很久了 我記得 學問 學問 讀書 讀到喜歡 其實 你說是不是基本 最重要是明白 我們 開小吃的時候 就 這裡 我們一班 小朋友 這裡玩 這裡是跳來跳去 還有 挺好笑的 還有呢 挺好笑的 這裡呢 都是 很大的 所以很大的地方 很大的地方 讀完中文學校 放完之後 學功夫 每天都可以學很多東西 有些是學跳舞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說到呢 怎麼做朋友呢 怎麼做朋友我就可以跟你解釋 我記得有個男生 這個黑色呢 這個男生呢 就很喜歡 黑其他日的 這個粉紅色呢 就不夠膽 但是 嗯 打回頭 因為他喜歡 捉住別人的頭 他就會說 我電你啊 我電你啊 那 這個粉紅色呢 就是 對表其他人 不敢反抗 但是 他有一天 遇到我 遇到我 就 你點我頭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點我頭 那我就 咬他 我們然後就打架 我們打完了 之後就做了朋友 我們做了好朋友 嗯 其實理由呢 為什麼呢 做其他 蝦其他人 其實他覺得 自己很孤膽 可憐 他其實也有很多朋友 但是那些人呢 都好像他這麼孤膽 有一天呢 他們整班人就問我 你不想跟我們一起玩 我說當然啦 我其實都想跟你們做朋友 很久了 回頭 那時候六歲 六歲還沒好 很重 大功夫 但是我們整班人都有做朋友 很多朋友 然後一起出去吃 出去吃東西 唱卡路契 我的朋友就 每次都說 你記不記得我們怎麼做朋友 我們開始 打架先做朋友 當日不要和大家打架 我們都沒有做朋友 我們都不會吃太多 我希望你們對這個故事很好 很有興趣 我喜歡 吃很久 我決定吃兩餐 會感到嗎 OK 拜拜 拜拜